知道呀 要进入到悟空的一个包围当中了 高低的一个夹角 十七瞬间倒了三个 这个厕所的埋位给的 没有想到悟空早已埋好点 是的 好 换神直接K到一分 然后白龙马先把十七兽的这个分数给拿下 周围已经踢过来 但是DT其实天地地也是过来看看而已 并就 二人协同要打配合了 先碰到一个 那有补枪的速度 是的 对方人确实是太多了 一上来进入到对方的一个埋伏之中 是的 但是还没有听到这个点位过来 是的 林树在头顶上一直把距离都是看到了防区当中 就现在博良因为整个大声位是录在外面的 所以只要队友没有起效果 他是不会出枪的 先给雷 这不要出了 保证能够秒两个 打两个 但是唐弟弟出枪 博良被顺秒 队友要往前拉了 这个反驳必须得顶 不顶的话可能要被 但是 再摸 他要被刺灵术 Space man 唐弟弟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出枪 唐弟弟也倒了 要秒吗 直接出枪 秒掉 有修正 没问题 隆重拳过来直接秒掉了灵术 淘汰掉了天霸 这是谁的 这些孩子起来了 拖了一手森林屋 这一把的黄雀挺多的 说实话 挺多的 高点上面的优势就是这样子呀 有队友的架枪自己可以 现在调整一下阵型 往更中心的点位走了 看一下New Happy 圈的白圈的边缘 应该也是 知道了不少信息 关于南部 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草龙出枪 黄一鸣的出枪 小海直接被放到了 被爆头放到 这个距离 好像可以有机会 去扔扔投掷物 投掷物的反制 这个手雷正正好 砸到了12脚下 对 再给来 就是 这个弧度 南部的话 也打起来 XCG和CTG 阿炮炮已经被补掉了 三方的一个作战马 灵灵也在出枪 FTY二人协同 直接往圈位去扩 要往南边去清分了 尝试去收热分 零墙直立被Monster给打掉 而另外 咱们看到GFH 攻了KRG的这个大仓 TU-Type这个雷 能创造奇迹吗 利萌一直在蹲 小萱的位置 但是还在打药 但是位置直接被锁死了 哇 CDG已经被淘汰了 选择土东出击 但是自己被飘雷枪头 我在这波PIC打得还是挺准的 对方连倒两人在脸上 定位很准啊 对方连倒两人在脸上 定位很准啊 阿彤墨真的状态还很准 还不错 是卡卡特木的反打 先把分数给补下 每一分都很关键 最近连一左一右 全行继续给到偏一个同性元 2-Type 两枪头锁定了位置 现在轮到KRG去打一个鞋铜了 三打一没什么问题 也是瞬间秒掉了JFY 剩下两人 DTT那边的话好像是被白龙马 因为白龙马是悟空的毒狼 被炸倒了一个 主要是New Happy贴到了DTT的境界 这一波对DTT来说很劣势啊 是的 踩到头上直接输出了 前点是一个三打一啊 是的 这种火力压制确实很难打呀 DTT也被淘汰 白龙马还在 但是这个位置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只想活 但是他被发现了 是的 再拿一分 万只走走不掉的 周边上来直接一发秒掉 这不得布声干净了 是 他看他的枪指向哪边 他在等场上边缘的枪声好像 KRG 这个天路防徐拉出来选择跟这个KRG正面交火了一波 现在KRG也只剩下了2TAP 嗯 看他在北边嘛 看知道这部信息以后 福安们下去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有可能会来劝啊 是的 哦 好像是黄智隆那边K到了分数 K到了菠菜的分数 是的 感谢老铁走了一波 嗯 福安们这边来了 屁股直接掏一手 是的 只要在这个位置把天路赶走或者是轻掉 自己在前面的那个反驳就能完了 哎呦 福安们一波刷屏 三个人 三个分 天路 天梅也来 当这分 好像让SMS 好像让旁边的KRG拿了一点 是 天梅也过来 牙皮有雷 混淹出来之后 直接打掉一个 龙族权一颗雷将残血的牙皮给炸到 而且现在感觉FORM的一个装备储蓄还可以啊 他手上的投资物 是啊 他也不着急了 我打的差不多 再整合一波 然后重新再过来打 进点的压力 TMA 2TAP那个位置就已经没有操作空间了 出不来了 是的 而南部的战斗更为激烈一点点 FORM被淘汰掉以后 SMS也在服人的一个状态当中 而且PARA还是满边压在这个白旋边缘 对 两个队伍中间有很长的一个过点 身上的投资物一开始是给到了TMA 所以现在PARA身上所剩的这个投资物应该是不多的 是 而且马路有一个正要 还有雷 还有雷 这个雷丢过去 准 应该还蛮准的吧 来了 应该要炸到一个 哦 加上冥命的出枪 尼尔和七五都直接被淘汰出绝 SMS没能成功守住 确实要守多只 射身 另外 哇 这个枪直接压回去了把人 是的 哦 放到一个冥命 换身是一个残血刚把腰打起来 手上还有两颗雷 开始洗头了 因为VM那边其实是把注意力给到了PARA和NewHappy这边的一个战场的 但是第一天有一些反坡你看不见 嗯 你能看到的身位其实特别的小 哇塞 哇 AZE的双向 能有破解的机会吗 天地的出枪在高点上面的压制 XLIFT直接被放倒 被洗了个头 主要是北部直撕打不起来 天地能松开手去看 还是一个死打死 而且前面2TAP的那个厕所呀 他活下来了 他 嗯 他活下来之后呢 不管是PARA还是NewHappy 就是如果超过了三个人存活的话呢 他也不好使手 那小佐他静点知不知道这个独狼的存在 我感觉他是不知道的 他的所有距离 全部都是放在了南部静点的战场的其他庇物当中 2TAP的出枪 小佐直接被一缩子给按到底了 那NewHappy一看 正面的话是一个引动打扫 往前一波押 潮楼起了男人的头 但是明明地出枪 一瞬之间 NewHappy把PARA给淘汰出去了 场上只剩下了四个队伍 淘汰完了以后 他可以把自己队伏起来 13个淘汰 刚刚2TAP的出枪 让他意识到这个厕所是有人的 而且现在最关键是什么呢 是北边的战场并没有结束 就DT和4M互打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有充足的时间 会给到NewHappy去清厕所 然后再反卡北边 他也在扶人 现在NewHappy这边也在扶人 现在 4M是两边开打 是的 能看到哪打哪 DT只剩下了天天一个人 但是今天博尔本没有顶住了一颗闪光 直接把龙宗泉给劝退 三个人存活 对方突然的出枪 是的 队友给了一些道具上面的压制 赶紧先扎一个包 因为厕所那边的2TAP 还没有被NewHappy给清掉 来了 冲 直接丢道具 14个淘汰 14个淘汰了 刚刚我们来的说就是 NewHappy和Pero谁打完 围满了人 选手 工作人员 确实 小鹿也被周边放倒了 还有龙宗泉 周边他烧起来了 燃起来了 打到此时此刻 谁的头甲都不是很好 天天的出枪明明也被放倒了 什么 现在DT把手腾出来以后 又针对到了NewHappy 扶不了 露的身位有点多 但是目前的位置来看的话 阿伟那个点位太难走了 走 他应该走不到白线边缘了 他走不到 再往前走一步的话 没有任何掩体 是 这一局 来了 都不越过这个环鞋 我们上帝是要看了 哦 过不去了 确实不好走 这个分数是让DT给拿下 三打 有两个雷 Coco身上还有两个雷 他看到对方的位置了 但是 近点过来 拿大顶住一个 三打一 打一个 血量不是很多 好在有队友的补枪